国道继承收费明年上路虽然费率到现在还没有公布 不过有立委反对继承收费实施 炮轰这会对于短程的通勤族造成负担 交通部长毛治国今天强调 国道继承收费上路之后 国道收费总额不会增加 长途的民众可以减少支出 而短程的开车族每天多负担的金额有限 平均增加费用大约是一张公车票价 或者是捷运票价也就是15到20元左右